爸爸妈妈这么好 这么的付出 我听说你们兄妹三人 都有一定的创业经历和学习的经历 大哥给我们说说 您第一次的这个创业经历是什么时候 9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差不多18岁了吧 然后我就跟我家里说 卖个小卖铺 我母亲就帮我到那个镇上去寄一些货 然后在那里盯着这个店 这个生意又不怎么好 后来我就想到了开一个培训班 带一些小孩子学画画 然后手根本上无法动的情况下 也没办法再教下去了 那我只有放弃了 画画画不了了之后 他就开始唱歌 爸爸以前是文工团的 他的乐器很好 县里面只要搞文艺活动 各个学校都会来找爸爸去帮忙 要骑12公里 然后到另外一个镇子去给他们帮忙 三个月的时间 完了之后他们去县里比赛拿了一等奖 然后那个学校就说 那我们就给你1300块钱的工资 爸爸就说 我不要你们的工资 你们把这台电子琴给我吧 然后他背着那个电子琴就回来了 那时候我就开始我来弹 哥哥来唱 慢慢的他的这个肺 这个呼吸开始不行了 也唱不了了 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了 然后2014年开始去深圳创业 我们带着三辆轮椅 十万块钱的启动资金 三兄妹一起出来 去深圳从哪里 从我们江西 从江西 九江一个小农村 在那个情况下呢 我要用一款香水赌一把 然后我们就去寻找香水 创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 到2018年的情况下 我们在整个香水的这个类目当中 就是名列前三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员工的话 差不多有五十多个人 营业额也有大七千万 妈妈爸爸给你们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必须要义无反顾的 要去打下自己的一片天 回报自己的父母 对 那今天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来了 对 女士们 先生们 请她上场 二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孩子的父亲 白水平 今年六十四岁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叫任菊凡 今年六十四岁了 这么多年是不是特别辛苦吧 我们加了三个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问一下阿姨哈,在求学过程中您属于一个半培读的一个状态,每天要洗好多好多衣服,会不会太行? 我觉得我辛苦是应该的,因为我小孩活得更辛苦,我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我批判他一辈子,让他生活得好,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来支撑着我,不过这么大的困难,我都摇过来了。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湖北的咸宁,有一个地方可以治我们的病,然后妈妈就决定带我们去。 去之前,妈妈就买了一双凉鞋,去了之后就要走很多的山路。 妈妈带着我和哥哥,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能走路,但是走得很不稳。 妈妈带着我们,妈妈带着我们摔跤,背一个,切一个,走了好几个小时,到了那里之后,开了药,再走下来。 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凉鞋已经走破了。 跟妈妈出去治病,妈妈的脚都会走得出血,因为她需要背着我们走。 她现在她的脚上全部都是剪的,都是背我们走出来的剪。 背着孩子,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她已经真的辛苦了。